這是快樂聯邦王 《發歌開心》的時間,我是吳景帆 《法歌開心》wr,論台灣的歷史 講台灣文化、文學、枯擎、崇角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武警发发歌 发歌开港 今天还是要继续讲这本书 于生 作者是李登辉前总统 这本书是由台北的大都会文化出版公司所出版的 那么发歌为什么 今天还要来讲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呢 还要继续讲 您德价的条件 您德价的条件 为什么发歌要说这个地方 这么重要的地方呢 这次不是连续讲三天您德价的条件吗 您德价的条件在这本书里面 是李登辉前总统说下的这本书呢 是李登辉前总统还剩下的这本书呢 这本书李登辉前总统还活的时候写的时候 印出来的时候第一版就卖了十八版 那么过不久以后李总统写了这本书以后翻译成日文 在日本也是大畅销 他本人尊敬李登辉啊 比尊敬他的修行还更尊敬了 为什么呢 他都因为李登辉总统是 贴下家总统 哲学家的总统 他不仅是有领德领力的总统 是他的修行 和他的这个鼓舞日本人的领袖 鼓舞了整个日本人 这是一本人对台湾人的总统 历史以来的总统来面 唯一最尊敬的总统 就是李登辉前总统 不过这样说啊 并不是代表说 金法到金马尉治 对台湾所有的总统 给他尊敬李登辉总统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认为说 作为一个领袖 要让日本人给你尊敬 在台湾的总统来面 要让日本人给你尊敬 到金马尉治也给李登辉而已 我们要感觉严慌 要知道说 李登辉前总统 在台湾人来面 是我们的保庇 虽然他已经过一身 但是他流下来 跟他有很多 孰雄雄的祝散 是不得了的祝散 所以华哥要来介绍 他的书上来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特点来尊敬 这不书的日本人 为什么民地为生 民地为生到金马尉治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年了 但是你要知道 日本人的日票一万块 一直到九年了 共共要一百年了 日票一万块的钱啊 是一个 俗生家 也是一个教育诸家 字图要寻质 他本人一万块钱 头像是用一个俗生家 教育诸家的相片 从后一万块的头像 你就知道日本人是尊敬孫雄家 尊敬教育家 因为他的孫雄 迹迹迹影响了日本人一百五十年 所以李政委已经做总统 人也已经贵心 但是台湾人 如果真的理解 就要理解说李政委的孫雄 要影响台湾最基本上要影响一百年 台湾人脈手 不要这么样近视 也不用这么显示说 李政委就给他等到本所人来 你要知道他的宝贵 不是说他今天阿久没在做总统 你要知道说他到底老了来 会带自己的孫雄 到底是什么 一旦等得我们 值得我们尊敬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当然法国的 法国的节目 我也可以说像五六天这样 说得很趣味的 很好笑的 每天也说 让你听得快快落落这样 广播节目本来就跟你 为何人啊 跟你说得很欢迎的 真正公公的 让你听得很快落这样就好了 广播节目本来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为什么法国就要 设计 俗课 做笔记 要来跟你说这个呢 因为我说广播节目也能做得更正真啊 不能做得更严重啊 不能做得更严重啊 不能让你听得到有收获啊 所以我可以很认真来 设计李电飞总统这份职 我觉得这个东西 改正东西会让我们 很严重的时刻 让你听法国的节目之后呢 可以有真心的感受 真心的这个收获 所以我才要说这个事情 前礼拜说到李电飞总统 这份职的第五中 联德者会丢职 这份职位所说的是说 一个国家如果发生大灾难的时刻 联德者要有什么丢职 这会让联德一个国家 导规这个灾难 啊刚才就 这份职位 刚才发生这个法联大灾难嘛 所以李电飞总统说到 国家发生大灾难的时刻 明德价应该怎样做 他举了311日本大地震 日本版神大地震 台湾的921大地震 日本的民主党应付 东日本大地震 十百岁的这个动作 净款对 921大地震立定会怎样处理 成功 所以他怎样成功 不过这个灾难 好 今天是要说到 李电飞所说的 宁德人的条件 第二的条件 第二的部分 第一的部分是什么 宁德者 要有一个信用 第二 宁德者 要有一个敬意的精神 要抱有正义的精神 这三个条件 构成作为一个宁德者 美大的宁德者 应该有的受用 这样终合起来就是完整 第一宁德者 在国家发现灾难的时候 要有灵机应变 冷静 执着的精神 第二 现在就是要说的 这一星期要说的 宁德者 要有超乎 现实主义的 信仰的精神 第三 宁德者 要有 公义和正义的精神 不可以有主书的精神 这一星期我跟他讲的就是 李廷宁所讲的 普通时候的宁德者 我们要怎么观察 这个宁德者 有这个条件吗 这个宁德者是不是 适合的条件 这个宁德者 因为我们的台湾 现在已经选出新总统 已经组织新内阁 我们现在要看我们新的总统 新的内阁 有没有能力 是不是有能力的总统 有能力的新的内阁 我们要督促他怎么变成 有能力的总统 有能力的内阁 要怎么做 老百姓 我们讲民主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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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民主 不是说我们算出来 新总统 算出来 新的内阁 事情都没这样 都没我们这一万 不是这样 民主国家就是人民 是主人 所以他要去讲这个问题 好的领导者 他应该具有怎么样的条件 李登辉总统就讲了这个问题 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日本东京大学专门是培养最优秀的领导者的大学 那么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到现在为止 日本只出现了几个杰出的首相 吉田茂首相 岸信介首相 另外一个小泉纯一郎首相 勉强可以称为是不错的首相 安倍晋三首相 然后剩下的这些首相 都是雍雍碌碌 称不上了不起的首相 有杰出表现的首相 为什么 从战后到现在 日本已经有一二十个首相 为什么都是雍雍碌碌 几乎都没有谈不上什么杰出的首相 他们很多绝大部分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 为什么就只有那两三个三四个首相 是可以算得上及格的首相 其他的差不多都是不及格的首相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要给你答案 那么同样的 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 为什么到现在 如果要说的话 大概蒋经国勉强及格 剩下来及格的总统 大概都是民进党的总统 剩下差不多全部都不及格 为什么 用什么标准 为什么 李登辉总统要给你答案 那要给你答案 请门凤 李登辉总统领导人的条件 第二个部分 信仰和正义感 李登辉总统说 我做学生的时代 和我当了总统以后 我假日的时候 常常去爬淡水的观音山 我去爬观音山的时候 当总统的时候 我会带我太太去 我的女儿 我的媳妇 我的孙女一起去爬观音山 如果你去爬过淡水 对面巴黎的观音山 你会知道 爬到观音山的山顶 最山顶的时候 他最山顶的山顶 面积很小 小到只有一个桌面那么大 那么有心的人 想要爬到 我来到观音山 我就爬到最顶上去 你不知道最顶上 你站上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面积很小 只有一个桌面那么大 你就是当总统 你身边的四位都没有办法和你一起站上去 因为那个顶上面只有 只能站一个人 四位只能在那个山顶峰的底下 包围的 万一你摔下来 在底下给你 把你拆扶着 所以在那个山顶上 你只能你一个人站上去 你站到上面 要有淡水 你要很有胆量 才可以站到上面 站在上面的感觉是什么 你都会给你的答案说呢 你站在上面 无限的孤独 无限的孤单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 你要很大胆 一个人才能站在上面 然后呢 你往 把头抬起来看 你只能看到天空 他说那种感觉 你会发抖 但是你也无限的孤单 他说这种感觉 就像你当上总统的时候 蒋经国过世 你被推上总统的位置 后来你选上总统 你一个人一样 左边都是 想要推翻你的 都是国民党的救势力 你没有一个人 可以依靠 你也不知道 谁会暗杀你 谁会在某一个时间 把你推下来 你无限的孤单 你无限的恐惧 在这个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只有依靠神 你只有心里面 只有一个信仰 就是祂是基督徒 我可以依靠了 只有我心里那个神 所以为什么我去爬观音山 为什么我假日常去爬观音山 因为那和我的信仰有关系 我那个时候当总统 我不知道我的身边的人会对我怎么样 我不知道 谁会在我后面推一把 让我从山上摔下来 我那个感受就是这样 我只能够把头抬向天空 向我圣经里面的神祈祷 就是那种感觉 我当时副总统 依照宪法 继任了蒋经国的总统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准备要接总统 我也从来没有野心 说有一天我会当上总统 我从来也不知道 国民党内斗 是这样阴险 这么恐怖 因为我从来没有野心 我有一天会当上总统 我是莫名其妙 蒋经国过世 然后莫名其妙就当上了总统 对 没有错 我以前和蒋经国见面的时候 我做板凳只做三分之一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野心 有一天我会当总统 你要知道不是我担心 而是我半夜回家的时候 我太太也在哭啊 因为所有的电视 新闻都在报导 多少个国民党内部的人 包括 最核心的人物 这个李登外没有讲出来 就包括宋美龄啊 他底下的人用极端丑话 头恨的文字在影射 他们可以随时推翻我 担心的人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就 算了啊 我的太太曾文慧也在担心啊 有一天我回家回到官邸的时候呢 我太太在哭啊 我太太再三的哭 再三告诉我说 你放弃总统 你不要当总统了吧 当然是我就给我太太讲说 你不要说啊 要做总统 不要做总统 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啊 我说我没做也不行了 我家会过的动荡啊 那我怎么安慰他来过暗里考啊 我只有给他安慰啊 我和我太太都记得到啊 我都拉了他把圣经拿出来翻随便翻上一页 我们两个一起祈祷 把这个圣经翻开来的时候呢 我们翻到了一页 这个圣经里面一页 那就是什么呢 翻到圣经里面以赛亚书啊 以赛亚书里面 突然翻到那一页呢 有一段文字说 大卫王里面的以赛亚书 有一章啊这样写说 因为我自己的缘故 又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我必保护拯救这个城 这是上帝讲的话 因为我上帝我的缘故 又因为我的仆人大卫王的缘故 我上帝必会保护这个城 也就是圣经讲的 因为我上帝的权威的缘故 因为我的仆人大卫王的缘故 显示我上帝的能力 我必会保护这个城 我和我太太看到这一段文 这个城就是台湾了 所以你不必担心 所以我们两个就安心下来 那么我讲这个东西 他说当然信仰这个东西 是每一个人各自的信仰 我和我太太是基督徒的关系 所以我信仰的是圣经 但是每个人有各自的信仰 有人信活教 有人信道教 有人信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都没有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 一定要有他自己超越 一般政治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没有超越政治以外 现实政治以外的理念 那么他从事政治的能量就会有限 他就会动摇 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 一定要有超越现实政治以外的信仰 我所谓这个信仰 有的时候不只是讲宗教 而是一种信念 这个信念就算是武士道也罢 或者是你爱国的情绪也罢 你一定要有超越现实政治的考虑 你才配当一个领导人 政治的领导人 我现在看到的日本 这些政治人物 差不多 绝大部分都没有这样超越现实政治的考虑 所以他们没有超越这个爱国的心 替老百姓灵敏的心 所以他们承误不了一个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那在台湾也是如此 因为他们都在考虑现实政治的问题 他们没有超越现实真实的信念和坚决的意志 我再来说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最起码要有超越政治现实的正义的心 以及基督教所讲的公义的心 我是基督徒 我就要让我在引一段圣经里面的话 他说在旧约里面 有一篇章节很重要 叫做尼迦书 尼迦是什么呢 尼迦是一个农夫 是一个农夫变成先知 在2700年的旧约的时代 一个农夫是一个非常低贱的工作 是一个非常低贱地位的人物 但是后来尼迦被人家认定他是先知 在尼迦书里面 有一段文字这样讲 哎呀你们有灾祸 你们这些特权人物 把女人骗到床上去 就在那边涂抹作孽造孽 天一亮就掌握权力力量 就任意妄为了 你们贪图权力 一掌握权力就占据 一贪图人家的房屋就夺取 你们欺负 夺取人家的房屋 抢夺人家的产业 因此我告诉你 耶和华说呢 我打算降灾祸给你们这些人 使你们再怎么想办法要脱离灾难都不可能 你们再也不能够 威风事故呢 抬起头来走路 因为我将将 这样灾祸给你们和你们的后代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你现在讲讲看 你是东部的什么王 你听听尼迦 传达耶和华所讲的话 你灾难到 你再也不能够昂首阔步 你再也不是什么王 我将灾祸给你 你连抬起头来走路都不可能 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王 在上帝耶和华的眼中 你什么都不是 你灾难到了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没有正义心 没有公义心 灾难马上就会到你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就一定要有正义的心 公义的心 如果你自以为你骄傲 把美女会骗到床上去 把房子可以占领 你有权利就贪图富贵 一地震 你全家都是财富财宝 还理所当然 我告诉你 你灾难到了 今天就在 我的荒聖宝 你灾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